苏氏的一生,境遇极其不凡 达则鸡马玉堂,为风江大吏 穷则南荒住客,所时与流人 见识过贵族门地里的娇奢遗异 也体验过屡向小民的贫困与无助 以一生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重绝对境界 世间寒涌 于时运不济,命途多船中寻找疏解之法 历经迁藩后,发现自己终是生于天地间一凡人 所以他以诗词各有爱情、心情、友谊、美食 以最大的热忱,尚有陶钱 回归自然,以最炙热的心去热爱这世间的一切 既超然无碍,又逆情其中 在文学的世界,他酌英雄眷 而他的情感世界,也同样的浓烈而蠢厚 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节来世为了一 是兄弟之情的生死地结 我年二十无朋仇,当时四海亦自由 是兄弟,亦是知己 寒灯相对既愁兮,也与何时听消色 二十年朝夕相处,一朝离散 天涯各一方,相见难,别亦难 此后化海浮沉,人世沧桑 他们始终如一,彼此守望着夜雨对床的誓言 吟唱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禅娟的祝福 人生到处知何寺啊,海滨一别,境成永绝,此痛难堪 是苏氏的遗憾,也是古往今来兄弟之情的晚叹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良,自难忘 是夫妻之情的千古绝唱 幻于池旁的惊鸿一篇,王福成为他心中珍藏一生的白月光 缥缈孤红的黄珠岁月,是王润芝的情面坚毅,为他撑起了一个家 婚姻不是缠绵翡策,惊涛骇浪中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生时侄子之首,死后鱼子捅穴 苏氏给这段爱情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西湖碧波上的琴瑟和鸣,王昭云成了苏氏口中那个 唯有昭云能使我的红颜之己 片刻欢愚意,心心相应难 昭云的背影,款款地走进苏氏暮年的深情里 走进他的文字里,直到永远 也许读懂了苏氏的一生,便读懂了爱与婚姻的真谛 一年好景均虚记,遂是城隍,局律史 是朋友之情的云天高义 苏氏交有无门地之别,以性情相投 当苏氏留居丹州之时,黄州就有炒谷,年于七旬 以平级多病之身,徒步万里探苏 于艰险旅途中客死他乡,如此高义,赶天动地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怨企儿 是他的交友原则 亦敌亦友的王安石,亦师亦友的欧阳修 灿产悟道的佛印和尚 他的朋友圈里有皇亲国戚 文人名士,乡野村夫,贩夫走足 僧道歌姬 谈笑有红儒,往来有白丁 交友之广,阶层跨度之大 纵然离不开他的才华与声望 更重要的是那颗赤诚与炙热的心 和对友情的纯粹,对世事的旷打 勇愧死帮人,盲刺赛基夫 是家国之情的赤子之心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楚江湖之远 对底层民众的同情都铭刻在心 他一生忧国忧民之心为民 爱民著名之志不夺 密州灭黄济民 徐州抗洪宝城 黄州上书就应 杭州修缮六景,书军西湖 定州整军赤武,威震荣敌 丹州半学传道,开化礼包 苏氏以他举世无双的智慧 和鸣包物语的博大精怀 彰显着人性的光芒 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他的精神感召了无数人 不仅映照了一个时代 而且昭示着悠久的历史